前文说到红皱李卫贾世芳与岳中奇四人 正在劳款天上人间艺术团 以批判性的眼光观摩审查着高雅的行为艺术 突然间李卫拔出岳中奇的腰间配剑 一剑就砍掉了正在合掌闭幕 静心守定的现场唯一的同男子贾世芳的人头 这一突如其来的杀手急如闪电潇洒飘逸 刹那间缤纷的血雨如泼墨般 见到楼上楼下到处都是 在场所有的人就像石化了似的 保持着事发的那一刹那的姿势 仿佛时空都凝固了似的 此时就见这位李教花子由头到脚 好似换了一个人 浑身上下已找不到一丝顽皮慵懒之相 取而代之的则是威风凛凛 不弄自危的三骑尖道两江总督 一等侍卫太子少保军机大臣 李公又见 李渭一脸阴笑的用旁边的粉纱 擦了擦剑上黏乎乎的血 将宝剑双手捧还给了月中旗 然后平静的说道 污了贵宝地 请五爷再赏他们点银子 我这就去给万岁爷交纸 阴剑五娘等人个个都吓得 陡如筛糠呆若目击 他一笑说道 明儿个就是八月十五 我今儿个先给你们挂一彩 冤有头债有主 假是方要抱怨 自然寻我李位 与儿等无干 东阳密系也好 西阳密系也罢 是五爷和我研磨出的办法 现在牛鼻子既然已死 今后你们开堂子万不可再言 否则国法天理都是不许的 那红咒也说道 没想到牛鼻子的脑袋这么不惊砍 原来还想着连西阳密系也一起演练来着呢 东北将军 五娘 让你们受惊了 岳中旗身为大将军 大的阵仗见得多了 残驱断境 血流成河的景象于他而言 如同家常便饭 倒也不觉得什么 只是刚才的这一变化过于突然 让他感觉有些意外而已 此时他才明白过来 李魏金臣所言 今天要办的是个什么要差 以及要找他借的是个什么威气 自己无形当中 在李魏与红咒二人精心设计出来的 专为杀贾方的这场戏中 当了一挥龙套 但既然李魏是奉旨办差 自己当然也无话可说了 他一笑说道 这个杀人的法子倒是新鲜的很 就是太费钱了 此时就见李魏一转脸 挤眉弄眼的说道 这就叫小刀拉屁股 我给你开开眼 一刹那间 那个调皮顽略 活猴一般的李教花子又回来了 三个人一边说着话 一起下了楼 但见楼前做客 一五鹤六 划拳吃酒 跑坛的手举着托盘穿行其间 外面高天之上 耀日夺目 市井皆道 人流如之 嘈杂之声 不觉于耳 五光十色 映入眼帘 恍惚间 岳中奇对刚才发生的事情 产生了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默然回首 已恍然如梦 既然戏已散场 彼此间也不必再虚伪客套 岳中奇给红咒行了个礼 又拱手辞别了李卫 打马回了落回驿站 红咒说 贾方是个有真道行的人 得防着他作祟 便赶回府 给贾老道预备 往生水路道场去了 带他二人离开 李卫搭了着眼皮 伸出手来 轻轻的拍了这么两下 那无瞎子跟铁嘴骄傲人 就好像是从地里长出来似的 突然出现在李卫的跟前 李卫头都不抬的 向无瞎子交代了几句 老吴点点头 带着铁嘴骄傲人 便进了庆云堂 料理善后去了 李卫骑在马上 不紧不慢的离了庆云堂 却没有直接回畅春园 而是又回了西大郎庙 专捡着最热闹的人最多的地方 来来回回转了这么几圈 才打马朝着畅春园的方向而去 来到了双闸口 李卫下了马 也不知道是怎么 李大人突然变得有些失落低沉 甚至都有些精神恍惚 进了园子 连碰见几个熟人 打招呼都有点心不在焉的 他悠着步子 在淡宁居前的石阶前站定 正要禀报 小太监秦妹妹已经挑起脸说 李大人 主子叫你进去呢 李卫这才定了定神 几步跨进殿内 见雍正正在和孙家干 与朱氏二人说着话 忙扶身叩头行礼 雍正侧脸看了看 李卫说道 你气色好像不太对啊 像是受了惊的模样 你挨着孙运公坐着吧 高五庸 把镇的那碗僧汤赏了李卫 高五庸连忙答应着照办 朱氏接着方才的话 继续说道 河南地处中原 其实没有多少军务要办 当初设这个总督衙门 是因为田文静政绩灼然 应生总督 河南又离不开他 所以才一身兼了总督 与巡抚而止 如今天大人既已去了 这个总督衙门设者 肆无必要 以老臣看来 不如就便裁撤了 这个总督衙门 省去了许多事 雍正思量着说道 田文静一死就裁撤衙门 反而让人觉得 这衙门是专为他田文静设的 西边月中旗的军事未了 河南为运粮周转之地 也算是军务 暂时先留着这个总督衙门吧 雍正帝喝了口奶子 继而又叹道 田文静晚年经历不济 正悟有许多不适之处 急功势力是明摆着的 人都说朕袒护他 其实朕不知背地里 身吃过他多少次 你们将来看朕给他的 猪皮玉脂就明白了 朕不指明田文静之缺憾 一来他确实对朕 赤诚不二 办事尽心到了十二分 二来他也有病 又是累出来的朕也不忍 他能全明而终 是朕的心愿 看来上天总不肯叫人 一点毛病也没有 想做个完人谈何容易呢 说着话见弘历进了来 便示意他在自己的岸前坐下 又转过脸来对李卫说道 陶运的粮船和盐船 在山东安徽境内几次被解 折子转给你看了没有啊 李卫喝了一碗僧汤 精神好了许多 忙陪笑道 已经转过来了 奴才已经安排人 沿着运河去查了 奴才刚才已经办了 假释方之事 接下来将专心办理曹运 主子尽管放心 坐在旁边的弘历 尸口问道 假释方已经处置了 几时啊 朱氏跟孙家干一听 也是吃惊飞小 互相对望了一眼 他俩方才还向雍正帝建议 像假释方这样的 其实是妖人 应该逐出皇宫 以清内院 当时雍正帝还只笑不说话 忽然倾客之间 假释方已经人头落地 可见天子之威 殊不可测呀 雍正倒是显得很淡定 好像早就知道了似的 问李卫道 红州呢 李卫忙离座回话说道 和亲王爷回府 给贾老道办往生道场去了 然后李卫便将方才在 庆云堂杀贾老道的情形 简直要紧的回奏了 最后他有一些窃窃的说道 奴才也知道 这法子龌龊下左 上不得台面 但是几次玩笑试过了 这贼道不怕水腻 不怕火烧 不怕刀砍 还能凭空消失的无影无踪 实在是个妖精 没法子 只好用下三滥的门道 诶 朱夫子跟孙大人 必定要笑我叫花子了吧 孙家干晃着东过脑袋说道 以毒攻毒 众庙之门 一点也不丢人 朱氏仰着脸想了想说 我也不笑你 大宗旨是除患嘛 这办法台湾的刘国轩 也曾经用过 也是有那么个头脱 会些邪术 在郑成功的军中 骄纵不法 那刘国轩 摄验歌舞 趁其不备 挥剑杀了他 又借功此举 为君除害 为国除贼 无可指责 其实李卫最害怕 这个差事办完了之后 又要遭人非议攻击 见诸事竟然能举出先例 特别是连孙家干都这么说 他心里的一块石头 终于落了地 不禁高兴的脸上放光 雍正也深感欣慰 看了看表笑道 朕用贾世芳这些皇冠侍流 不过偶尔和他们讲道说禅而已 这几年来 朕身子不爽 贾世芳几次为朕按摩 口诵咒语 天地鬼神 都由他主持管辖 不臣之心 易于言表 使他自立于杀身之祸 他若是就在朕身边 好好的示衣 何至于落到今天这一地步呢 不去说他了 明儿是八月十五 你们几位都是朕的骨功 朕为你们单独赐验 红利亚 你替阿玛去陪陪吧 红利亡站起身来 攻身答应 吩咐高雍备宴 然后又抽出了一份卷宗 推给雍正说道 万岁 这是今年的秋决名单 刑部才送上来的 还有这一份 是云南巡抚朱刚的 请指勾绝杨明石 他说杨明石在云南 邀结市民 围攻都属衙门 为自己请命 儿子没有勾绝 还请皇上圣财 雍正一边接过来看 一边口中说道 杨明石早已下狱囚禁 又怎能去邀结市民呢 杨明石这人断不能杀 他的案子还要再复审 朱氏文言 跨前一步说道 老臣愿意走一趟大理 复审杨明石 孙家干则说道 臣压根就不相信 杨明石会有贪污之事 李渭也笑着说 奴才也以为另派钦差 复查此案是正理 雍正摆了摆手说 你们去用膳吧 此事朕自有主张 带人们都退了出去 但宁居九营大殿 历史显得空落落的 雍正看了一眼 贾世方平时为自己 聊及时打坐的那个蒲团 突然间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 身上竟然起了一层的 鸡皮疙瘩 忙吩咐秦妹妹道 你把那蒲团拿到后头烧掉 再去看看隐帝这回子在做什么 叫他过来跟朕说说话 秦妹妹去了不大滚的功夫 乔隐帝便带着两个宫女过来 雍正一见便笑道 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都看不出你是个汉人了 朕今儿个杀了贾世方 心绪有点不宁 你陪朕出去走走 疏散一下 啊 贾世方死了 乔隐帝惊恶的张大了嘴 好半天才说到 怪不得秦妹妹方才去烧那个蒲团呢 雍正帝道 杀他是因为他有罪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过了中秋 朕还要勾绝几百个死囚 非逞恶不足以扬善 这就是孔子的章程 那贾世方一个出家人来伺候朕 却想着借机要掌握朕 他要朕好 朕就好 他要朕病 朕就病 这样的人不可怕吗 我们走 不要再说这些事了 雍正说一句 乔隐帝念一声佛 最后说道 我倒也不全是怕 是想着 这人生真是不可琢磨 大前天见他还有说有笑的 他还说我和我娘就要见面了 转眼间 他已经伏法了 唉 乔隐帝摇头叹了口气 跟着雍正帝走了出来 此时日以西沉 太阳收起了最后的一点金子 阴红的晚霞 使天空变得又灰又暗 一阵又一阵的西风 吹得满园竹树 都在不安的摇曳发抖 隐隐绰绰的 像无数舞蹈着的黑影子 雍正和隐帝在仓色中 一边散着布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张武哥和德龙泰 两个老侍卫不远不近的跟着 雍正帝一边 踏着花镜走着一边问道 隐帝啊 自你入京之后 有过家里人的消息吗 回主子 家里还有老子娘和弟弟 自打诺敏一案 我卷了进去 和家里就失散了 开始的时候还听说 家里人怕地方官 巴结诺敏欺负人 就不敢在原来的地方待了 后来我又接连遭事 只想死了罢了 也没在顾上 前次内务府有人去山西办差 我还托他们打听来着 他们人都还没回来呢 那贾世方虽然不好 料事还是准的 但愿他说中了 阿弥陀佛 我娘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再隔几年 见面兴许都认不得了呢 说着便流出了眼泪 雍正一边听他说着话 身上却一阵阵的被风吹得发寒 正想要安慰隐帝几句 忽然感到脚下似乎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身子一摘位 瞧隐帝连忙用手扶了雍正一把 二人同时俯身用手去摸 隐帝的手已是先触着了那团黑乎乎的东西 只觉得冰凉湿滑 水桶般粗长的东西 还在蠕动着 他叫了一声 我的天爷 身子一软就瘫了下去 雍正顿时惊得两眼圆睁 身子向后暴退了一步 此时园中暮色如民 什么也看不清楚 只模模糊糊地看那东西蠕动着进了草丛 他连忙过来扶了隐帝颤声问道 隐帝你怎么样 小隐帝一反身便扑进了雍正的怀里 蛇是条蛇 又湿又黏的 雍正听把忽然觉得寒毛都竖起来了 说道 怎么会是蛇呢 朕明明摸着是长刺的呀 我还被他扎了一下呢 二人惊气之间 临终忽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猫头鹰的怪叫 相级的假使方的笑声 雍正紧紧护住引帝 大声喊道侍卫 张武哥和德勒泰早已听到这边动静有意 边跑着边答应道 奴才在奴才来了 雍正帝勉强架着瞧引帝 竭力镇定的荒城一团的心说道 叫两个太监来掺着引帝 你们两个点起火把 搜着一片草丛 说话间 秦妹妹和一个小太监 已经飞野似的跑了过来 一边一个掺住了引帝 和雍正一起退出了那片林子 德勒泰紧紧紧的跟在雍正的身后 张武哥也不点火把手机脚拽着浑搜一气 约没有半带烟的功夫 武哥大声喊道 有了 畜生往哪里跑 雍正此刻正站在弹宁居的灯下 听到这一声 吓得心中又是一记 只见张武哥用衣服裹着一团东西跑了过来 抖了开了在地上一瞧 却是一只豪猪 雍正帝诧异地问道 园子里怎么会有豪猪呢 再者 刚才引帝说 他摸着又湿又凉的呀 张武哥笑道 主子您瞧 您摸的是这丝的刺 引帝摸的是他的鼻子 这地方挨着放飞驳 圆明园南边还有一座放生园 什么刺猬啊 豪猪啊 鹿啊 袍子 常有跑到这边觅食的呢 听罢张武哥的解释 雍正一口气松了下来 这才觉得连内衣都被汗湿透了 勉强笑道 被这东西吓了一跳 还是放生了吧 乔引帝也从店里出来看了看 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可吓死人了 雍正见东边灯笼导引着 朱氏李卫和孙家干 由弘历一路陪着过来 料是领艳已毙 过来谢恩的 便闪身回了屋内 众人进店之后 本来只是照例行礼的事 雍正却又叫住了众人说道 弘历退出去吧 明儿可还有多少事等着你呢 你们几个叫方包也过来 再陪一会儿朕 朕今儿心绪不宁的 想听你们说说话 这其实是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 弘历似乎迟疑了一下 也只好躬身退了出来 李卫眼间 见雍正神思恍惚 目光如醉 眼内嘲红 前额发暗 还不时的头摇手颤 于是笑着问道 朱子 奴才瞧您 似乎是受了惊吓 敢是方才在园子里 撞上什么东西了吗 啊 嗯 也没什么 雍正恍惚着将方才的事情说了 然后又道 虽说是一场虚惊 朕仍是不能释怀啊 神思不尽 若见鬼神 朕疑心是那假是方在作祟 说话间 方包也已经进来了 后面还跟着红皱 方包一进来便笑道 张五哥都说给臣了 那假是方以妖术妖邪人主 上祸天谴 罪在不赦 皇上不过是戴天惩罚他罢了 这种人也无足为遂 老朱氏也说道 臣也以为 贾某不过是个会变戏法的骗子 世上压根就没有鬼神 你不信他 他就祸害不了你 孙家干也说道 天子又百灵相助 哪个妖邪干尽 这是皇上的心脏罢了 若有什么 臣一身担当 红皱却是个什么都信的 这些个君子之言 他是一个字也不入耳 忙起身叫过高雾雍 叫他寻来什么玉侠记了 青囊转了 来魂帆一气 吩咐小苏拉太监到园中 焚香烧表发送 众人中唯有李卫的做派是与众不同啊 只见他笑着对雍正帝说道 我想借皇上的猪笔一用 见雍正点头 他便要过一张黄表纸 占了猪杀写字 那红皱凑过来看时 只见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李大人的雄文 贾世芳 日你妈的牛逼道士 生情造诣杀你的是叫花子李卫 割了你的鸟头的还是我李卫 五爷已经寄你做了水绿道场 还不赶紧投胎混张人皮 要想锅造 你帮寻我们主子 到我府里咱俩折腾 不然我就叫那龙虎山的楼真人 五雷劈死你个狗日的 万姐不得复生 李卫妾告 写完了之后 李卫口中喃喃泥泥 煞有介事的念诵一阵 将那张满是错字的表纸 放在竹上烧了 几个人想笑又都不敢 不过事也奇怪 经他这么一折腾 雍正道真比先前安上了许多 脸色也好看了些 红咒心里想还真是神鬼怕恶人 过了一会儿只听雍正说道 真好些了 这里也不要人多 留一个在门口伺候 余下的都回去歇着吧 他这么一说 几个臣子都争着要留下来守候 红咒道 依着我说呀 朱师傅年纪大了 回府歇着 李卫值头半夜 孙家干有煞气 值子夜 我年轻 后半夜由我来指 正说着 太医院的医政 刘少仪带着两个太医 匆匆的赶了进来 刚要诊脉 雍正说道 谁这么舍舍歇歇的 叫了你们来 诊没有病 你们退出去 就照红咒的话办 此时 朱师越看雍正 越像是有病的样子 随即招过那几个 茫然不知所措的医生说道 这里留下李卫 别的人都到东书房去 孙家干此时也感觉到 雍正似乎确有一场 便跟着众人一起到东书房商议办法 乔引帝忙过来 伺候着雍正躺下 众人来到了小书房 方包的老鼠胡子 一翘一翘的 两只小眼睛是又黑又亮 缓缓的说道 我已经叫人去兵部请四爷去了 这里的事情 咱有五爷为耻 头一见 就是不能张扬 皇上这病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今晚要能不犯病 大地也就过去了 明儿个就是八月十五 照例要言刺百官的 大家想想看 怎么着能不险山 不漏水的撑过去 先提一些个建议 一会儿请四爷定准 红咒说好 我先说 我瞧着这里头 没有一个信神的 不过我相信 你们谁也没有 我知道这个贾世芳 三国演义里面 有个左词 你们总该知道吧 贾世芳就是今日的左词 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他是左词 为什么这会儿子 我特别防着他 还因为他是左词 待会儿等我四哥来了 他也是一个不信神的 所以这会儿子 我就告诉你们 前一个月 我已经派人去了江西龙虎山 请了楼真人来 我估摸着他也快到了 我要在这园子里面 设场子 祥的贾谋 我先在这里 跟你们各位打声招呼 你们谁也不要拦着我 听他这么一说 几个人齐皱了眉头 雍正不过是碰到了一只豪猪 略受了点惊吓 就这么大势铺张的闹腾起来 叫外头的臣子 瞧着乌烟瘴气的 这公民朝廷算怎么回事 大伙正在发证 红利已然进了来 众人连忙起身相迎 红利语气很是沉重的说道 我刚刚接见过月中旗 准个人两万人偷袭北陆军 两军已经交战了 月中旗得尽快赶回到西宁 这可是头等的军物 你们大家说说看 要不要奏跑皇上 几个人听了 不禁都面面相觑 这边是皇帝有样 那边要请道士来降妖 明儿个八月十五 还得想着如何皇帝又不露面 又不引起群臣的猜疑 突然间又冒出着绝大的一件军国要物 驴唇不对马嘴似的不协调 红咒绷着脸问道 特列呢 叫着王八蛋出来解说 红利皱着眉说 这也是一件事 试杀试放我们不便做主 老朱氏沉稳地说道 这样吧 请四爷和五爷 这会子就过淡宁居去看看 如果主子能料理事 还是要请旨 如果不能理事 就叫张廷玉十六王爷和十七王爷进来 由四爷主持 等万岁龙体好一点再去奏保 众人听罢也都觉得眼下也只好如此 红利起身叫过了红咒 哥儿两个一起走出了书房 往淡宁居的方向走去 红利问道 方才你说有什么事来着 好像还怕我知道 红咒便将要社谈的事情说了 然后又道 你是个道学君子 我怕你不同意 红利一边走着一边心里谋划着说道 好弟弟 你这是孝道吗 病急乱投医 还什么道学不道学的 贾世方在阿玛那里许多年了 他有一些道术也是不假 我心里面也有一些心脏的 怎么会拦你呢 只是要密着些 不要闹得满世界都知道 御史们又该唠叨 来到了 但宁居的门口 见李卫已经迎了过来 红利便问道 皇上这会怎么样 皇上睡不着 坐一会儿躺一会儿的 不得安宁 爷您听 这会儿又起来诉口了 爷们要见这会儿子最好 说着他先挑帘进了殿 不一会儿又出来 小声道 二位爷请进 红利和红昼进殿行礼 比抬头看雍正时 不禁都大吃一惊 就刚刚离开了这么一小会儿 雍正帝就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年 全骨突起处 还有一点斑红 红利这才知道 雍正的病比众人说的还厉害一些 于是便跪着劝道 阿玛 听说您不叫太医看脉 儿子不以为然 您的身子骨是瘦了风寒 神不守舍 所以才恍惚不安 这病是常见的 几剂药就会好的 有病自然要叫太医的 但这确实不是他们能治得了 真是让那个假石方给缠上了 现在朕不能闭眼 一闭眼睛就是他站在面前 冲着朕直笑 雍正半歪在大营镇上 看着昏悠悠的烛光 生气微弱的说道 那假石方还说 朕方才碰到的是年羹瑶 年羹瑶不是戳号年豪猪吗 兄弟两个听着这四孟义四真切的话 都感觉到寒冒根直诈 红皱心想对呀 年羹瑶可不就是豪猪吗 园子里有各种的野物 怎么单单就碰见了豪猪了呢 弘历正要安慰 雍正却问道 弘历啊 西边军情有变 是吗 弘历嘴巴惊得老大 是 阿玛您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 假石方方才告诉朕的 红皱听巴吓得身上一缩 仿佛也看到了贾老道那具血淋淋的尸体 他不安的挪动了一下双腿 靠近了一点弘历 听雍正说道 弘历还是说说正经的军务吧 朕还好过一点 弘历压抑着极度的不安 把西部磕舍图一带的情形条理清晰的说了 又把方才众人的意见奏鸣 俯身等着雍正的旨意 雍正帝此时感觉心跳的很厉害 额前的青筋都仗起老高 生气微弱的说道 朕现在这样子太憔悴 不愿意见臣子 你兄弟二人带朕送送月中旗 命他火速回营处置军务 要有什么紧急的军情 朕若不能料理 弘历可以自己做主 但要和众人商议 你虽聪慧 到底没有历练过军事 是 儿臣明白 弘历咬了咬牙继续说道 那特勒是专为欺君而来的 种各尔部三番五次的耍弄这种伎俩 朝廷不能示弱 儿臣以为应诛之以敬后来 雍正听了深深叹息道 朕何尝不知特勒该杀呀 可朕的手软 更不愿杀这个自偷罗网之人 大家各位齐主吗 那特勒也是条汉子 当年他曾在科不多 围困过圣族 他也不避讳 其实上午也都对朕说了 这是个百战不死的壮士 朕不忍叫他死在我手上 红咒说道 那皇上赏他那么多的东西 至少也应该都收回来 算了吧 人都饶了 还说什么东西 别那么小家子气 兄弟呀 你赵朕这些话的意思传给他 叫他回去打仗 今后不要再对我天朝耍弄这样的伎俩 这不是光明正大的行径 好了你们退下吧 明儿个八月十五 朕不能接见臣子们了 朕也不愿他们到园子里过走 有你十六叔十七叔 你兄弟还有军机处的所有大臣 带朕在乾清宫前赐验吧 朝着朕的玉座磕头就晚事了 记住 一定不要声张 是 兄弟二人深深叩头下去 慢慢却步退出了淡宁居 带他二人退出去 时钟正好敲地十一声 天骄子时 阳将阴声 雍正尽管疲惫已急 却是不敢合眼 他听着外面传来的 白花树叶的花花的响声 在这戚风冷月的深院静夜中 显得格外的阴森 那清暗的烛光下 账漫微动 仿佛后面藏着什么怪物 随时都要扑出来似的 外面还时不时的传来 鸽子扑楞翅膀飞动的声音 中间还夹杂着怪叫一样的咕噜声 那高武庸带着几个大太监坐在隔山子外面 看着周围的一切 也感到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心底里面都一阵阵的发出啊 突然间 雍正 噔的撑身而起 直愣愣的盯着挂衣服的一帐红 恶狠狠的说道 你到底想要怎样 别说你罪有应得 就算杀错了 你也不能报 几个太监文言几乎是被吓贪了过去 雍正帝索性闭上了眼 历时便见贾师方那张惨白的脸 上面还涂了一层的恶粉 盯着自己直笑 笑着笑着眼中已是流出了血来 脑袋也突然离开了脖子 被从脖子里面喷出来的血 冲得在半空中翻了几个跟头 雍正再也撑不住了 大叫一声 侍卫们何在 快把他打出去 话音刚悟 只见孙家干几步跨进殿来 向雍正一躬身朗声说道 臣孙家干再次保驾 哪个邪魅敢来靠近 哦 是家干 雍正的神志一下子清明过来 一把拖过孙家干说道 来 过来 坐到朕的跟前来 有你在跟前 朕就很安心 孙家干望着惶恐不安的雍正 心里面一酸已是坠下泪了 他连忙说道 臣今晚就坐在万岁的身边 您不要忧心 只管放心睡觉 贾师方一作而妖道 何能作孽 雍正弟点点头 闭住了眼睛 果然没有再见到贾师方 口中固自喃喃地说道 有你在 朕就安心 你是朕自元年就实定了的臣子 朕还要把你留给儿子似的 冒丑心正孙家干 清连寻良扬明时 朕都是知道的 朕知道的 渐渐地 雍正稳住了呼吸 沉沉睡去 那孙家干脱掉了官靴 轻步满电的游翼 竟是什么怪变也没再发生 连太监们都安定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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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